在中斷超过至少50年之后 美国与古巴之间终于恢复定期航班往来 而也从今天开始 美国的各家航空公司有15天的时间 向联邦交通部提出 申请往来美国与古巴之间的航权 美国联邦交通部长福克斯 今天在哈瓦那与古巴签署 两国恢复定期航班的协议 虽然到目前为止 美国法律依然禁止美国人前往古巴去旅游 但是两国恢复定期航班往来 相信是对于往后解除旅游禁令 是殿下基础 在一年多前 欧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 而在去年12月 双方签署同意恢复航班往来 并在今天正式签署协议 福克斯表示 双方在文化教育上的交流 越来越频繁 再加上分离两地的家庭团聚等 都是促成双方 恢复定期航班的因素 阿尔